漂浮在黑色空間的建築 看似熟悉卻又不太真實 爬滿半張紙的磚牆 是隔絕人與人 也是保護自我的屏障 藝術家邱毅寧擅長以畫作 表達人與人的距離感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描繪現代人 迷失在網路世界中的處境 我是以城市為出發 然後把我看到的 跟我感受到的 我去把他們重組 去營造一個場景 一個畫面 然後可能你看會覺得有點熟悉 但又不那麼真實 這當作比較迷失在雲端的用戶們 主要是想要描繪出一種感覺 那這個感覺就是 我們身處在這個 資訊爆炸的年代 那有時候你會想要 逃到一個地方 那因為網路跟社群 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很密切會接觸到的 所以有時候你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我可能一回生我就不知道 我在那邊耗了多少時間 有點像漫遊還是幹嘛的 然後 回到現實生活中 就是大家回來 你會覺得有點空虛 所以背景是全黑的 那它可以是一個無敵洞啊 一個看不到鏡頭的一個空間 身為90後藝術家 在社會現實與自我追尋的矛盾中 邱毅寧與過去所學紮實技法 跨越水墨畫的框架 建構出獨特的藝術語繪 與個人風格 在創作中找到抒發情感 療癒自我的方法 它可以代表個體 因為我就覺得 因為可能長時間 我也都是算獨處居多 所以我滿喜歡獨處的感覺 每個個體 它都有它自己的定位 那這張叫風還在的時候 那你在這片海上 它看起來我是想要表現一種 很安定的感覺 但是它有一些波紋 就是有風的感覺 那風就代表說 你可能還是在往前 你不是停輪在那邊 喜歡以黑白作畫 邱毅寧說彩色世界太複雜 或許在黑白世界中 才能不被打擾 在無數微小的細節中 建構出城市生活 最真實的樣貌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